3月8日 美国卫泉食品公司举办每位全球飞行抽奖活动 及品牌升级发表会 正式宣布品牌logo标志及视觉识别系统升级 美国卫泉未来将以崭新的风貌迎接广大消费者 美国卫泉自1972年成立以来 在本地深耕超过半个世纪 陪伴亚裔社区及广大华人族群成长 产品涵盖 水饺 汤包类 饭类 面类 春卷等几十个品项 始终秉持对食品的热忱及对质量的坚持 精心研制的配方融合传统与创新 不断投入专业与技术 致力于生产优质安全的传统美食 方便现代人的生活 并满足新老移民的不同喜好 这次酝酿已久的品牌升级活动 代表着美国味全 维系道地中华美食的同时与时俱进 满足市场与消费者的需求 首度曝光的品牌标志 不仅保留宝贵的中华文化根基 更顺应时代的潮流 带来创新且流行的品牌形象 新品牌标志继承企业代表色 红与白与经典的五个圆圈 这五个圆圈代表着中华美食的酸甜苦辣咸五味 呼应了味全品名所代表的五味俱全 图像灵感引用中式传统雕刻印象 象征了美国味全 对正宗中华美食文化的传承与延续使命 英文品牌名则采用了流线型及现代感的字体 在建立识别记忆点的同时 也结合传统与现代元素 凸显了美国味全 希望将中华美食带给每个族裔的热忱与使命 除品牌标志外 产品包装部分也推出全新视觉 由浓郁可口的面满系列 如红烧牛肉面 香辣牛肉面等打头阵 包装上选用辨识性及代表性高的中华文化图腾 之后此崭新的品牌识别系统 也将陆续延伸至更多产品系列及口味 这次抽奖活动 为引入新品识别后的首次盛达消费者活动 以反馈疫情期间无法出游 仍始终支持美国味全的广大消费者 头等奖包含美人市值5000的环游世界行程 如台湾明日铁路 日本关西四都 印尼巴厘岛 泰国清迈 土耳其特洛伊 意大利米兰 墨西哥 坎坤金字塔 加拿大洛基山脉及路易斯湖 及夏威夷欧湖岛等精选内容 二等奖包含美国往返亚洲各大城市来回机票兑换券 共30名的幸运中奖者也在媒体热情参与下 公平公正公开抽出 今天也特别公布了这个好消息 我们公司新的logo的品牌形象 那这个的话也便于我们公司 可以把我们的品牌和产品 带到更多的市场的领域 还有通路 希望我们在除了花人享受到我们中华美食以外 在更多的植物也能够接受我们中华的美食 新品牌这个更新以后 我们的包装也要更新 那新包装上市呢 我们也会做一些活动 那我们希望这些活动呢 能够让消费者知道 卫权是不一样 是一个 在不久的将来 你们都可以看到 卫权一个崭新的风貌 华夏电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